阿蓉应该已经试探过宋敬珍了 凶手不是她 但是 她也算是须抚灭门案的始作俑者之一了 如果不是因为她的一己私心 也不一定会发生后面的事 你知道吗 当初我搬去广陵之后 每月都会跟玉球通讯 她在信里总会写她跟宋敬珍相爱的过程 不是 那时候我真的好羡慕她 能遇到一个这么爱自己的如意郎君 没想到 真相居然是这样 人生在世 哪有那么多如意 不过是各有各的苦爸爸 对了 阿蓉呢 我没找到她 她应该是不想让我们干涉她的计划 那 我们就这么放任她 我未经她的苦 也不知该如何劝她向山 她也要先来 她们是这样的 她还没想到她